大家好,歡迎你來到世界能見到 傳播真相為自由發聲,我是美玲 在節目開始之前,首先感謝大家一如既往的關注和支持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也肯請你幫忙訂閱、點讚、轉發和留言 Superfans也可以關注一下 多謝中國的經濟現在可以說是非常慘艱 即將到來的畢業季,又有大量高校學生畢業 而不少人都在講大學生現在畢業即失業 但有一點大家清楚,就是中共政府非常喜歡好巨資 招收外國留學生,尤其是非洲學生 不少高校還配女學伴比非洲學生 但有人指出,中共有以拉龍這些非洲學生 其實都是當地不貴家族的後代 而正於算計的中共這樣做也是別有用心 不理這個說法是真還是假 目前傳出的一條消息 它仍是讓中共在南非的別有用心 再次顯現出來,在這期的節目中 我們也會介紹中共在南非成立的所謂 華人警民合作中心的一些相關訊息 這個中心裡竟然還有穿著警服的中國警察 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關注一下 我們先來看看遠在南非的警察們 高調來北京接受培訓吧 6月16日,美國之音有一篇文章 南非警察正在接受中國警務培訓 其中提到說,南非警察部長 中訪問了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公安局 還參加了所謂的精英培訓機構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的活動 聲明說到,來自南非警察局專業單位 如果加工與小組和特別工作組的成員 最近接受了戰鬥和教育培訓 並從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畢業 怎樣?聽起來的信息量是否不少呢? 南非的犯罪率比較高,尤其是今年1至3月 一共發生了6289起謀殺案 今年1至3月的襲擊和搶劫事件 亦比起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因此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南非警察就決定來到中國 向中國警察學習經驗了 是這樣南非警察部 會向中國警察學習什麼經驗呢? 南非警察部發言人琴巴 向美國之音表示 警察部相信加強智能警務 可以更好地解決我國的犯罪問題 包括與中國執法部門合作 而協助技術進步 也就是說 南非警察要與中國的公安局合作 來取得技術方面的進步 那說到技術就不得不提到 中共的監控技術了 而中國警察又是怎樣用人工字 為監控技術對待中國民眾呢? 電話監聽、網絡監控 隨處可見的攝像頭 但數據等對中國百姓來說 都是加上變化了 最近網上有流傳出這樣的消息 自從亞洲電台報道 古明中國網友6月7日 在聊天群做披露說 他在6日這一日 從海口市新海港 坐到輪的時候 被中共海關和警察臨時檢查 但有人震驚的是 警察竟然不用查看他的手機 只是憑著他的身份證號碼 即使是已經刪除的聊天紀錄 即使是已經刪除的聊天紀錄 警察都恢復得回來 據時事評論員 現在中共警方還有一種新的技術 只要有行人從中共警察身邊走過 冥信群和聊天紀錄 而且人們的身份證洩露的個人信息 被電話更多 就是你的所有信息 只要你用身份證 全部都可以查到 包括財產、房產、消費紀錄、 酒店紀錄和聊天紀錄 這樣叫深度為隱的新戰略方向 中共通過大數據為警察們 提供了核查民眾資料最大的便利 在中共政府面前 個人毫無隱私可言 而中共的監控技術 除了面部識別技術之外 還有新技術變形人們走路時的姿態 中國企業銀河水滴 是2019年開發的新監控技術 能夠在50米外認不同人的身份 據銀河水滴CEO黃永禎表示 該系統以監控對象的佈資作為基礎 即使被監控的對象 背著鏡頭走路 也能被變影出來 而且鏡頭不需要拍低被監控對象的樣貌 只需要明確看到目標就可以 這套技術會用來追捕逃犯 在上海及北京都已經開始應用了 在南非警察和中共警察 加強技術合作的大背景下 不知這套系統 是否會被用到南非百姓身上 中共對中國民眾的監控 是越來越細微 也越來越是無忌憚 早幾年在中國想要辦理手機號 買出手機和SIM卡 都必須要實名登記 出示身份證件 並且認定個人相片 其實這樣已經讓人很無安全感了 但中共卻不滿足於此 2019年9月 中國公信部宣布 維護公民網絡空間合法權益相關通知 表面上為落實所謂的反恐怖主義法 以及網絡安全法 並且提升電話用戶登記資料的準確度 接著就要求中國的電信業 從12月1日開始 必須用面孔性別技術 確定用戶身份 才能給用戶的手機開通網絡服務 也就是說這個新制 要求民眾買手機和開通網絡服務 必須進行面孔素描 來強化身份辨識 有專家說 中共利用監控攝像頭拍到機 影像經過AI技術會整候 能夠進行 人念及走路姿勢的步態辨識 而從望望人海中 找出任何中共官方鎖定的人 中共的AI監控技術 亦受到不少極權國家的侵賴和學習 據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員 費德斯坦估計 中共的AI監控技術 恐怕已經出口50個 一帶一路的沿途國家 因此我們可以做出推斷 今次南非警察和中共警察 學習如何加強智能警務 中共對中國百姓的面孔辨識 和數位監控等AI監控技術 估計亦不會缺席 南非警察今次專門來到中國 向中國警察學習如何培訓警察 增強智能警務 不知中共監控百姓的流氓手段 接下來在南非將起到怎樣的作用 但在今年5月 非洲戰略研究中心發佈了一份報告 詳細講述了關於中共和很多非洲國家 亦亦加強的警務合作 報告提到從2018年至2021年間 有2,000多名非洲警察和執法人員 在中國接受了培訓 而中共不但向非洲國家提供警用裝備 還專門在非洲建設了警察培訓學校 該報告的作者保羅·南圖利亞表示 南非人在最近中國訪問後 發表的聲明強調了南非警察和執法機構 與中國同行之間的多方面接觸 這種接觸從2010年開始運作 並於2019年得到延續 他還說這包括每年兩次的高層政治交流 警察培訓和能力建設 有針對性的語言培訓 中國社區警務論壇 對警察局和警察機構的互訪 以及在中國警察學院 對南非警察進行培訓 從這份報告來看 中共和南非警察高層不但有多年的接觸和交往 而且幫助南非和非洲其他國家培訓警察 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 從披露的數據來看 數量亦很大 2018年10月華人警民合作中心 在南非伊麗莎白港舉行樂成典禮 當時有兩名新村中國警察制服的華裔男子 亦出現在活動的照片中人發熱議 據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調查發現 這兩人是中共派著南非大使館的警務聯絡官 而南非警方回應說 當地引起爭議的這個華人警民合作中心 並不是中國的警局 亦強調說中方人員沒有執法權 但畢竟截止到2011月 南非已經開設了14個華人警民合作中心 這起事件引發了當地民間和政治人物的非議 擔心南非會被中共殖民 只由亞洲電台記者打電話 向這個華人警民合作中心詢問時 該中心的殖班人員都後勁一致強調說 該中心沒有執法權 只是從事變民服務 比如中國人遇到一些麻煩 或者是語言不通 他們就幫忙 還說這是一個民間機構 但當記者詢問殖班人員 這個警民中心和當地中國駐南非大使館的關係時 殖班人員就非常謹慎地說 我看你也是讓我們的主任談 這個我不方便說些什麼 記者從南非華人警民合作中心的官網介紹資料中發現 該中心是在南非大使館 和約翰內斯部總領館的所謂大力支持下成立的 該中心從2004年成立到2018年已經在南非設立了14個這樣的中心 到現在恐怕數量還會更多 在南非當地 喬領向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確認 2018年10月28日 現身華人警民合作中心 穿著中國警官制服的兩名華裔男子 就是從中國 派著南非的警務聯絡官 說白了就是中國警察 喬領林先生說 那天我們立以信警民合作中心是新指成立 然後我們去展彩 也邀請了大陸的警官 警務聯絡官 他還介紹說 中心早期 由當地福建同鄉會組織 之後 大使館對中心有組織 指導 資助與推廣 獲大使館的警務聯絡官 定期來中心培訓 大使館在滿年 向每家中心賺助5萬經費 更多的經費是靠喬包、喬領贊助 就是我們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會提早回報給他們 會回報到大使館 然後他們就會更有效地指導怎樣工作 這位喬領林先生的話 已經揭示了中共設立在南非的華人警民合作中心 與中共住南非大使館的真實關係 即是與中共的真實關係 因此南非警察們高調到中國接受中共警察培訓 顯示出中共已將黑手伸向南非 中共對百姓的監控手段勢必 也會影響到南非警察 聯想到被越來越多國家要求 關閉的中共海外警察站 這個華人警民合作中心 又會面對怎樣的處境呢? 讓我們來了一步關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析報導 我們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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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期見